诸日和沙场阅兵场上,震撼亮相的歼20,大家一定都还记得 从2016年珠海航展上的惊鸿一瞥,到今年诸日和沙场阅兵场上 首次以三机编队的形式接受检阅,歼20在公众间的关注热度,一直不减 27日,这一重型隐形战斗机又迎来一个好消息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中国的隐形战斗机歼20已经正式列装部队了 这意味着,中国空军正式跨过了四代机门槛 门槛 铺天盖地,媒体都在强调四代机门槛,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重要 跟美国的F-22F-35战机,又有什么差别 我国国产车的发展的历程或许是个好例子 大家都知道,早先我我们的国产车性能不太优 比不上国外的豪车,但是真要在室内跑起来呢 其实差距也不是太大 最关键一点,这是坐在汽车里了 不再像以前在风雨里登三轮了 歼20跟美国的F-22F-35相比,也是这个道理 两者可能还有差距 但这是汽车跟汽车之间的差别 再也不是汽车跟三轮车之间的差别了 当然,做比较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实战能力 歼20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依据自己军事战略需求 来确定未来战争形势 换句话说,中国空军终于到了想打什么战争造什么武器的阶段了 一般来说,按照欧美国家的标准 第四代战斗机大约要符合,超机动性,超音速巡航,隐身性和制强战场感知能力 一言以蔽之,这架飞机不能光隐形,还得飞得够灵活,够快 在打个比方,它不是一个仅仅依靠自己眼睛和手脚的战士 而是一个有着白眼白手的巨人 只不过,出现的时候以一组首眼出现 从这个技术标准来看 四代机所取得的技术突破,必将改变未来空战的模式 许多流行了一百多年的传统空战看家本领 很可能成为昨日黄花 如果拿着现在各国空军的主力三代机去跟它硬碰硬 最后恐怕只有被吊打的份 国力 新技术的突破,总是让人感到振奋 但如此的强大第四代战斗机,却不是轻易就能造得出来的 强大的国力必然是第一基础 此外,足够先进的科研能力 以及弃合自主的国家军事战略都缺一不可 环顾世界,真正有能力研发隐形战斗机的国家 趋值可数 目前,美国有两款投入现役的隐形战斗机 一个是最新服役的F-35 一个是十多年前就开始服役的F-22 俄罗斯虽然早就公布了苏霍伊设计局的T-50验证机 但却始终只听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一口气拖了十几年 也没见太明显的改进 至于欧洲各国 虽然早前有了四五种隐形战斗机研发项目 但是在美国启动F-35项目之后 纷纷无疾而终 至于这其中的微妙吗 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体会 当然也真就有不信邪的美国的小兄弟 比如日本 前段时间,日本在隐形战斗机上 没少下气力 不光去买了英国半途下马的隐形战机项目 还在去年搞出来了一个新神验证机 至于效果如何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导书就厚道一下 不多评价了 除了美国之外 各国的隐形战机之路为什么如此波折 不外是缺少了上年说过的三个条件 转型 说了这么久 歼20对中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作为一个有着自己价值观的大国 从本质上来说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贯彻自己国家意志 必须依靠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如果不想在价值观上屈从于人 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护之 军事力量显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事实上 海湾战争以来的历次局部战争 都告诉我们 现代化战争中 强大的空军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目前国际关系格局之下 不想看见中国坚持自己独特价值观的国家 不在少数 对这些国家来说 他们注定不可能帮助中国 当然理解中并且愿意提供帮助的人 也不是没有 只是目前他们基本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所以中国必须建设一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空军 在这一方面 只能靠自己 所以说 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第四代战斗机歼20的猎庄意义 究竟有多重大 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它的出现明确的标志着 中国空军真正开始了从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转型的步伐 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具体物化的标志之一 空间 当然 质疑的声音同样存在 从它开始出现在一小部分军迷的视线中的时候 不少人就一边称呼它为黑丝带 机体黑色 四代机的谐音 质疑它是否够得上前面提到的那四个标准 公允地说 这些质疑有一定道理 但也不必过于纠结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未来它还有相当的改进空间 但最终彻底实现四代标准应当不是难事 最重要的是 目前的歼20足以满足我们在一定范围内的需求 从技术上来看 目前歼20虽然正是列装了 但如果严格按照那四个标准来看 还有许多的不足 比如在隐身性方面 就存在不少争论 仅仅从形体角度观察 为了迁就发动机的安装 尾部雷达的可视性 就明显不如美国的两款 此外 老短板发动机又一次拖了后腿 当然 这有历史因素 初期的歼20原型机使用了额制发动机 而且无法实现超音速巡航功能 那么 有值得乐观的部分吗 有的 能够实现战场感知能力的航电设备 目前的表现就很不错 但居安思危 我们也得想到 仅仅靠飞机的电子设备硬件达标 这是远远不够的 白眼白手巨人之所以强大 不光是有眼睛和手脚 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身体 为了确保战机的强大感知能力 除了战机本身的机载 相控阵雷达要足够强大之外 还要有相应的预警机 卫星通讯链路 地面雷达等装备 在强大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协调之下 通过高速和强加密抗干扰的数据链接融为一体 在这方面 我们仍然需要通过科研和训练逐渐去试验和摸索 结论 但是不管怎么说 歼20的强大是一个事实 局部指标的不足 暂时可以通过合理的使用和战术 甚至发挥整个体统的长处去填补短处 这也是俄罗斯人的惯用之术 俄罗斯的T50隐身性明显不如其他四代机 但是他们就不是很介意 因为今天俄罗斯第一要务是国土防空问题 并且 T50的作战环境 是在强大的地面反隐身雷达支持下的 所以 鉴于手头实在拮据 在权衡是保隐身性还是保机动性时候 俄罗斯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不光是俄罗斯 美国也是这么做的 拿他们的F-22和F-35来说 别看F-22开发时间较早 但它的一些单向指标比F-35还高出若干 比如F-22当真可以做到超音速巡航 而F-35却做不到 而这是野技术权衡的选择 撇开所谓高低搭配不谈 由于F-22服役较早 所以在战场感知能力 这个最为关键的环节上 不如F-35 也正因为如此 F-35可以用先进的航电设备更早地发现敌人 如果对F-35服役更加先进的 头盔瞄准距和大理轴导弹等 就更容易锁定目标 作战效能可能反而高于了F-22 当然了 如果我们继续努力下去 让歼20帧的实现超音速巡航 拥有矢量喷口发动机等 那么在机动性能上跟F-22一较高下 在战场感知能力上跟F-35一较高下 也并非难事 毕竟作为一款新开发的战斗机 歼20在某些地方的余量是早就流出来了的 这部 最近两天刚刚传出了 歼20有了使用国产发动机的型号 并且为喷口开始出现了隐形处理的特征 在未来中国新的涡扇发动机投入使用后 相信歼20的性能还有上台阶的空间 回到国产车的例子 早年我们的国产车不光性能不杂的 外形也实在够呛 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 不光外形像回事了 性能也逐渐上来了 相信 我国隐形战斗机的研发 也是这个道理 诸日和沙场阅兵场上 震撼亮相的歼20 大家一定都还记得 从2016年珠海航展上的惊鸿一瞥 到今年诸日和沙场阅兵场上 首次以三机编队的形式接受检阅 歼20在公众间的关注热度 一直不减 27日 这一重型隐形战斗机又迎来一个好消息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中国的隐形战斗机歼20已经正式列装部队了 这意味着 中国空军正式跨过了四代机门槛 门槛 铺天盖地 媒体都在强调四代机门槛 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重要 跟美国的F22 F35战机 又有什么差别 我国国产车的发展的历程或许是个好例子 大家都知道 早先我我们的国产车性能不太优 比不上国外的豪车 但是真要在室内跑起来呢 其实差距也不是太大 最关键一点这是坐在汽车里了 不再像以前在风雨里登三轮了 歼20跟美国的F22 F35相比 也是这个道理 两者可能还有差距 但这是汽车跟汽车之间的差别 再也不是汽车跟三轮车之间的差别了 当然做比较不是最终目的 最终目的是实战能力 歼20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依据自己军事战略需求 来确定未来战争形势 换句话说 中国空军终于到了想打什么战争 造什么武器的阶段了 一般来说 按照欧美国家的标准 第四代战斗机大约要符合 超机动性 超音速巡航 隐身性和制强战场感知能力 一眼以蔽之 这架飞机不能光隐形 还得飞得够灵活 够快 再打个比方 它不是一个仅仅依靠自己眼睛和手脚的战士 而是一个有着白眼白手的巨人 只不过 出现的时候以一组首眼出现 从这个技术标准来看 四代机所取得的技术突破 必将改变未来空战的模式 许多流行了一百多年的传统空战看家本领 很可能成为昨日黄花 如果拿着现在各国空军的主力三代机去跟它硬碰硬 最后恐怕只有被吊打的份 国力 新技术的突破 总是让人感到振奋 但如此的强大第四代战斗机 却不是轻易就能造得出来的 强大的国力必然是第一基础 此外 足够先进的科研能力 以及弃合自主的国家军事战略都缺一不可 环顾世界 真正有能力研发隐形战斗机的国家 趋值可数 目前 美国有两款投入现役的隐形战斗机 一个是最新服役的F35 一个是十多年前就开始服役的F22 俄罗斯虽然早就公布了苏货伊设计局的T50验证机 但却始终只听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一口气拖了十几年 也没见太明显的改进 至于欧洲各国 虽然早前有了四五种隐形战斗机研发项目 但是在美国启动F35项目之后 纷纷无疾而终 至于这其中的微妙嘛 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体会 当然也真就有不信邪的美国的小兄弟 比如日本 前段时间 日本在隐形战斗机上 没少下气力 不光去买了英国半途下马的隐形战机项目 还在去年搞出来了一个新神验证机 至于效果如何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导书就厚荡一下 不多评价了 除了美国之外 各国的隐形战机之路为什么如此波折 不外是缺少了上演说过的三个条件 转型 说了这么久 歼二十对中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作为一个有着自己价值观的大国 从本质上来说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贯彻自己国家意志 必须依靠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如果不想在价值观上需从于人 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护之 军事力量显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事实上 海湾战争以来的历次局部战争 都告诉我们 现代化战争中强大的空军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目前国际关系格局之下 不想看见中国坚持自己独特价值观的国家 不在少数 对这些国家来说 他们注定不可能帮助中国 当然理解中并且愿意提供帮助的人 也不是没有 只是目前他们基本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所以中国必须建设一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空军 在这一方面 只能靠自己 所以说 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第四代战斗机歼20的列装意义 究竟有多重大 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它的出现明确的标志着 中国空军真正开始了从国土防空向攻防肩被转型的步伐 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具体物化的标志之一 空间 当然 质疑的声音同样存在 从它开始出现在在一小部分军迷的视线中的时候 不少人就一边称呼它为黑丝带 机体黑色 四代机的谐音 质疑它是否够得上前面提到的那四个标准 公允地说 这些质疑有一定道理 但也不必过于纠结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未来它还有相当的改进空间 但最终彻底实现四代标准应当不是难事 最重要的是 目前的歼20足以满足我们在一定范围内的需求 从技术上来看 目前歼20虽然正是列装了 但如果严格按照那四个标准来看 还有许多的不足 比如在隐身性方面 就存在不少争论 仅仅从形体角度观察 为了迁就发动机的安装 尾部雷达的可视性 就明显不如美国的两款 此外 老短板发动机又一次拖了后腿 当然 这有历史因素 初期的歼20原型机使用了额制发动机 而且无法实现超音速巡航功能 那么 有值得乐观的部分吗 有的 能够实现战场感知能力的航电设备 目前的表现就很不错 但居安思危 我们也得想到 仅仅靠飞机的电子设备硬件达标 这是远远不够的 白眼白手巨人之所以强大 不光是有眼睛和手脚 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身体 为了确保战机的强大感知能力 除了战机本身的机在相控阵雷达要足够强大之外 还要有相应的预警机 卫星通讯链路 地面雷达等装备 在强大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协调之下 通过高速和强加密 抗干扰的数据链接融为一体 在这方面 我们仍然需要通过科研和训练逐渐去试验和摸索 结论 但是不管怎么说 歼20的强大是一个事实 局部指标的不足 暂时可以通过合理的使用和战术 甚至发挥整个体统的长处去填补短处 这也是俄罗斯人的惯用之数 俄罗斯的T50隐身性明显不如其他四代机 但是他们就不是很介意 因为今天俄罗斯第一要务是国土防空问题 并且T50的作战环境 是在强大的地面反隐身雷达支持下的 所以 介于手头实在拮据 在权衡是保隐身性还是保机动性时候 俄罗斯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不光是俄罗斯 美国也是这么做的 拿他们的F22和F35来说 别看F22开发时间较早 但它的一些单向指标比F35还高出若干 比如F22当真可以做到超音速巡航 而F35却做不到 而这是也技术权衡的选择 撇开所谓高低搭配不谈 由于F22服役较早 所以在战场感知能力 这个最为关键的环节上 不如F35 也正因为如此 F35可以用先进的航电设备更早的发现敌人 如果对F35服役更加先进的 头盔瞄准具和大理轴导弹等 就更容易锁定目标 作战效能可能反而高于了F22 当然了 如果我们继续努力下去 让歼20真的实现超音速巡航 拥有矢量喷口发动机等 那么在机动性能上跟F22一较高下 在战场感知能力上跟F35一较高下 也并非难事 毕竟作为一款新开发的战斗机 歼20在某些地方的余量是早就流出来了的 这部最近两天刚刚传出了 歼20有了使用国产发动机的型号 并且为喷口开始出现了隐形处理的特征 在未来中国新的涡扇发动机投入使用后 相信歼20的性能还有上台阶的空间 回到国产车的例子 早年我们的国产车不光性能不杂的 外形也实在够呛 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 不光外形像回事了 性能也逐渐上来了 相信我国隐形战斗机的研发也是这个道理